美国之音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 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一位是1990年出生 目前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太阳花学运的发言人黄玉芬 玉芬欢迎您 大家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及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1988年出生 现在也是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 这个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总招 魏阳 魏阳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海峡两岸的听众与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这个玉芬我们知道这个历史24天的太阳花学运已经花上据点 那么学生们走出了占领24天的立法院 可以说是写下了历史 有人说你们是光荣退场 但是有人认为说你们的诉求没有完全的获得正面回应 那么今天学运总招林非凡也说运动尚未结束 那么您认为这次的运动是成功的吗 你的想法是什么 还有跟我们谈谈一开始学生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有想过要坚持这么久吗 玉芬 我想一开始进入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就是 我们一进去就是因为那个服贸已经快要过了 那我们进去的目的其实就是阻挡服贸的进程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诉求就是退回服贸 那我想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在考虑时间长短的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诉求有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我想目前很多人就像你说的 有些人说是光荣退场 然后也有一些人说诉求没有达到 但是我想目前台湾的民意已经非常清晰传达给政府了 那接着就是我想在目前的进程当中我们目前是属于一个 因为目前王金平院长也做出他的承诺 那我想政府已经释出他的善意 那我们目前也释出我们的善意说好那我们退出议场 因为我们要求的监督条例的立法必须要在议场通过第一次院会的议读 议读才有办法进入委员会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诚意就是让条例那通过 对那接着就是看政府的回应 好的那么魏阳学生退场之后回顾这整个学运的过程当然是有很多的转折 包括了你在323冲进这个行政院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湾的舆论似乎出现了一些转向 有点不太谅解学生行动 当然后来也看到330有50万的黑山军上街去声援你们 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过程 您的心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说323的晚上我到了行政院看到那个状况 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到说整个舆论会是怎么样的讨论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针对服贸协议 行政院行政权的专项是一个很大的这种问题 所以有群众自发的占领行政院我认为是对的 那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在立法院的行动 已经进行到一个一定的程度和平进座成为我们的主轴的时候 有另外一波占领行动确实会引起这个社会上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我认为323的行动以及324的这个国家的暴力镇压 它让台湾人更看清了这个国家暴力的本质 或者说它对于人民声音的根本性的忽略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323 324之后 会有在330有50万人的上街头 很多人在说如果没有323跟324的暴力镇压 或许不会有这么多人觉醒 所以说从现在回头看整个过程 我会认为不论是我或者是第一批进到行政院的那些学生 他们对于整个运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那我也希望说往后大家在台湾上学的时候 不要再用报名或者是非理性的这个方式去形容他们 因为他们确实是跟我们有一样的目标 而且他也确实贡献的给这样的运动 当然玉芬我们想很重要的谈一下 这个整个过程虽然说很多转折 那么最关键的决定退场的关键点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 那时候王院长去探视你们你在现场 是因为王院长去探视你们吗 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因素呢 玉芬 我想就是一整个台湾社会的民意都展现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其实每次在议场里面都非常关注 目前台湾的其他地方的人对我们这样的行动是怎样的看法 那退场其实也一直有在 应该说我们不会说这是退场 因为就像林非凡说的这个运动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种转进机制吧应该怎么说 对那因为占领议场 议场从来都不是最大的重点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样子目前一个就是形式民主的困境 其实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从自己在自己的地方 从地方中从校园中从自己的生活中做起 对那所以我想退出议场这个决定同时也是 让这一整个运动迈向社会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那么玉芬你说这个可能不能算是退场 就是离开这个议场 是 转进 那么有人说你们是转手围攻力聘战场 那个战场现在好像拉到这个国际来了 包括你们两位现在来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 当然这两天有很多的跟美方人士交流的机会 包括要到美国国会去进行简报 还有昨天美国国务院也针对你们的这个学运发表了一些他们的想法 包括了支持台湾有活力的民主 但是希望以这个和平文明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玉芬你在华盛顿这几天跟美方人士交流 您认为这个美国的政界跟学界 对这个台湾学运整体的评价是什么 你们这次来希望向美方人士或国际社会传达的声音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我们其实前天下午才刚到 那昨天也才刚见一些人 那我们昨天在几场座谈中比较常听到的是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是不是对于代义政治的一个质疑 那其实这样子 因为目前现行很多的民主国家的体制 就是一个代义制的施行 那也有人质疑说我们这样是不是 其实也是对于民主的一个就是反思嘛 对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去说 我们要以直接民主之类的方式来取代代义制 应该这么说好了 我们是对于目前现行的代义制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反思 因为目前在台湾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投完那一票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但其实事实上民主不应该是这样子 事实上立委不应该只有在选举期间 才会就是去倾听民意 或者是去了解民众想要干嘛 那台湾人也不应该只有选举的时候 才觉得说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 那应该要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跟自己的未来 那我想目前这一次 这一次的学运 这一次的运动 很大一部分就是让台湾人开始因为想要守护住自己 目前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民主的环境而站出来 那也开始去反思说 目前在台湾现行的民主体制 现行的民主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大家一起努力 可以一起在生活中怎么做 是不是也许我们接着是不是可以去罢免立委 是不是可以去修改罢免的法律 是不是可以去修改目前过高的公投法 对那我想这些都是台湾民主 接着可以进行的方式 对 那么魏洋主也谈谈你觉得你想要跟国际社会传达的行政之外 谈一下因为现在看来学生们转进到另外一个战场 想要立屁战场的不止你们 还包括了这个马英九政府 你们看到马总统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发表视讯演说的时候 还也强调说虽然说以后会跟民众多做沟通 但是他还是向美方强调哦 这个签署两岸的经贸协议是对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还提到了说 未来不排除跟中国大陆还要继续协商这个政治的议题 你在华盛顿访问听到马总统这么说 回应是什么 当然我们会首先感到遗憾就是说因为在台湾的时候 学员们在议场在立法院周遭 其实一直要求跟马总统有一个比较平等的形式的见面对谈 可是他就没有正面回应 那就跑到美国来 然后跟美国好像这样说 希望可以就是要跟前经贸华华盛顿这些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先在台湾跟台湾人民沟通嘛 那针对他说要签署两岸经贸协议题对台湾非常重要 我也承认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站出来 这次来讨论了解这个议题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已经越来越这个就是不只是一个经济议题 它更是扩散到整个政治跟社会层面 所以人民希望了解 那因此不论是两岸的经贸议题 还是两岸的政治议题要谈OK 可是我希望说马总统可以认识到公民社会 台湾的社会人民们希望参与在这个进程当中 而不是再只是任何另一个黑箱操作 以后如果要签署货品贸易协议 或是要签署争端条件或是和平协议 甚至政治方面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台湾人民或是中国人民 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平等的 民主的公开的一个场合可以去讨论 而不是就是马总统私下黑箱操作之后 遇到阻饶才要跑到国外去跟大家说 觉得很痛心 我们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谈政治议题 但是我们一直有给马总统这个机会 来跟我们对谈 好的 玉芬另外大家很关注一个焦点 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太阳花学运的整个行动力 跟组织宣传能力 可以说是让国际社会是叹为观止 包括在330可以号召50万人上街 还有这个19个国家 47个城市的无时差这个接力串联 跟我们分享一下行动的经验 究竟是怎么样办到的呢 玉芬 我只能说其实目前台湾很多公民社会 或者学生的社会运动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行动成果 其实是马英九总统训练出来的 因为其实自从马政府执政之后 其实台湾社会有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开始 也许因为地方的官商勾结 造成了土地征收的案件 那事实上在占领立法院之前 我们在去年8月的时候 也曾经就是冲进我们的内政部 那占领了两天一夜 对一天一夜应该这么说 对那次也是一个非暴力的和平行征 那我想其实台湾的公民社会 面对目前台湾 不论是地方或者是关于生活上的 就是或者关于校园内的各种议题 其实都渐渐站出来 那在每一次站出来 为自己发生的过程中 都是一次经验的累积 那我只能说在这五年来 大家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 今天马总统训练出来 这个回答非常有意思 那玉芬我们知道详情谈谈 这次学运所面临的压力 其实也是很大 而且是来自内部跟外部的都有 但外部的有很多反反服貌的声音 还有这个前竹联邦老大 白狼去跟你们叫马 但内部的压力包括了 你们自己在第五天第六天 出现的一些路线的分歧 包括要不要冲这个行政院 那有人说你们是暴力 有人说你们的学生领袖 是被英雄主义冲昏了头 文化部长更说你们是 行动虽然满分 刚那个玉芬提到行动力 但是你们思想上很薄弱 你怎么去应对 或回应这些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首先我回应一下 那个龙一台部长说的 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薄弱 我真的很想邀请他 但虽然说我们已经退场 可是他如果曾经有机会 到济南路 到中山南青岛东 各个论坛讲座 与我们一起讨论议题 他会发现其实现场 有非常丰富的意见交流 很多不同的声音 不同意见者 到底是争论我们的经贸议题 针对我们社会正义 针对程序民主 都有很多讨论 我觉得这场运动 如果先不谈他在具体的政治 数学上有什么样的达成 我觉得他光是在激发 人民的思想 人民的自我觉醒 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认为我们是思想满分的 那至于说内部的分歧 我只能够说 确实有很多 因为很多不同的团体 对于战略的想象 或说对于达成的目标 有不同的想法 那但是这是一个 所有大家一起组织起来的运动 那不是只有林芬阪跟陈慧婷 所以我觉得他们 你认为有英雄主义的 英雄的话 如果有的话也是媒体制造出来的 我不认为他们有刻意想把自己 说到成英雄 那这场运动 其实尽可能的包含了 各个NGO 各个学生团体的意见 所以当然里面会有一些路线的摩擦 可是我相信这是任何社会运动 都会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像王达老师说的 这个社会运动 出现分歧是很自然的 那么一同想请教你是 内部的分歧包括了 要不要退场 似乎也有不同的声音 那么退场之后 如果有人发现 你们被骗了 或者说相关的承诺 没有办法兑现的话 你们要如何应对 一芬阪 应该说其实就像是 刚刚蔚昂讲的 这是一场 就是群众运动 那当初有 在这一整场运动当中 有非常多的学生 跟NGO团体参与在其中 那所以自然对于 不只对于退场 其实在行动中 对于任何决策 大家都有非常多 不同的 身在不同的立场 有非常多的想法 那我想一路以来 能够尽量做的 就是尽量的沟通跟讨论 对 那至于退场之后 如果我没有对线承诺的话 有没有进一步更激烈的行动 就像陈维庭其实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 那我们目前所提出的 就是遍地开花 那三大阵线 那我想目前台湾的社会 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反服貌的诉求 有非常强烈的共识 那如果政府还是执意的决定 要一意孤行的话 我想就像陈维庭说的 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下一次就去包围总统府吧 好 冲进总统府可能是下一步的行动 那么我也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海财论坛除了台湾的听众之外 也有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会收听收看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的媒体 是把泰雅花学运跟台独 划上等号的 甚至说你们背后有民进党的操纵 甚至有六四名人士 像王丹 吴尔开西等人的下指导期 要不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 还有说你跟其他的学生理求 是不是真的在统独问题上 有你们自己特定的立场呢 好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首先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在这次的运动 可能会看到有些人诉求台独 那我觉得不可否认 因为反服貌的一个理由 当然就是要坚持台湾的 这个国家的主体性 我们的经济主体性 我们不希望被外力干涉 有可能是以金触统等等 所以这个忧虑是存在的 那当然有这个忧虑存在 就会有人说 那我们要坚持台湾的主体性 那会有人支持台独 那就如果你是问我个人 或是我一些我认识的朋友 确实我们会认为 台湾就现状来说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自主的运作 有自己的政治跟经济体系 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 我认为我们是独立的 那至于说民进党 或者是六四民运人士的操作 跟指导器 我真的觉得说 有这个疑问的人 真的应该到现场去看看 其实他们都在现场做支援 他们就是 当然有民进党委员 帮我们党门 帮我们守门 看守议场 或是有六四的民运人士 来做意见的交流 可是他们都并没有介入决策团队 甚至整个现场的民众 或是说学运的干部 我们都很刻意的 跟这些政治人物 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民众一直以来 有一种所谓的 对政治的恐惧 我们害怕政党人物的介入 会使得整个活动变掉 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 政治人物可以用他们 在体制内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但是整个运动的走向 完全是由学生 跟群众自发决定的 好了 欧阳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 比较沉重的问题 那就是学生们退场之后 现在法务部长就说了 要依法就办 包括了这个学运的总指会 林非凡涉及了十件 分别是妨碍公务 妨碍自由 恐吓独职 违反集会有新法等六项罪行 陈维廷也有五项罪行 那么你在323 冲进了行政院 担不担心 接下来可能要坐牢 应该这样想就是说 其实我们从事社会运动 都很了解说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你跟国家权利 你跟整个政府机制做对抗 你势必要承担那个风险 所以被起诉 其实我们都已经心里有准备 那其实光是在去年 731我们反服帽 翻进立法院 我们就收到 妨碍公务的案子 10月10号去总统府抗议 也收到妨碍公务的案子 那这一次 我在行政院当指挥 我自己本人收到六件 就是还没有六个罪名 把我伸压 那六个罪名 对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都坦然面对 就是说我们做过什么事情 我们做过什么 例如说我们冲进立法院 我们在行政院指挥大家 这件事情我们都做过 我们不会去否认这些事 但是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错 我觉得在法律上 我们会坚持说 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们是为淘汰民族 做对的事情 那如果最后 最终 国家必须要 他还是决定要用法律 来判我们行 要去坐牢 那我们会勇于承担这些法律的责任 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在行政院说的 一切法律责任我们会承担 但是马英九你要负历史责任 就是你负法律责任 马总统可能负历史责任 那我想继续请教你 当时323你面对这个震报部队的棍棒 水车 还有这个盾牌 你那时候心情会感到害怕吗 还是说我倒查一下家庭背景 你过去祖父母也曾经是228的受难者 你面对这样子的一种你所谓的这个国家暴力的时候 你有想到你祖父母的一些经历吗 其实我整个家庭作为两边都是政治犯家庭 他们始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是我的一种力量的来源 就是我不能够让我的祖先们失望 我也要为台湾的民主做一些什么 所以这其实一直是我的动力的来源 那至于在行政院当天晚上 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我想的是在场的群众到底他的安危如何 所以其实我并不太担心 我自己会被打 可是我真的就是看到我们的那个群众 就是静坐群众被拉起来 然后被殴打 被盾牌这样子剁 我真的很心痛 所以那真的是我人生 就是最 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痛苦的一个晚上 所以 对啊 我并没有担心我个人是会被打 甚至我被抓到拘留所的时候 我有一种觉得 这地方真的是我这几天睡了最 最舒服的一个晚上 因为怕我煽动其他人 就把我放在一个单人的首要房里面 1323那天对你人生来讲是一个 对那真的是很震撼很震撼的一天 那玉芬你是一个女孩子 在立法院坚守了20多天 面对不断传出警察可能会去清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你有没有曾经感到过害怕 你的家人担不担心你 希望你赶快回家 我说他们很支持你 我的家人目前给我的讯息都是他们很以我为傲这样子 对那我也很感谢他们的支持 那我想担心是一定会有的 只是他们应该 他们可能不讲 那至于在一场内那几天 就是尤其是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警方有四度的攻坚 那我想你在那个现场 其实你担心的反倒不是紧张害怕 而是你很担心这次的行动 一旦是失败了 那福贸就要过了 那这样子台湾年轻人未来 包含我自己的未来 可能是处在一个自己并不希望的 未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那时候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 过去以来我们进行很多社会运动 那我们上过很多次街头 我们去立法院前面抗议过福贸很多次 那今天我们决定冲进一场 就是因为过去以来在街头的宣讲 在街头的晚会 在街头的抗议行动 种种的手段都没有办法 让执政当权者注意到我们诉求的时候 我们今天只能透过 我们拥有就是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行动 所以我们最终最终只能透过自己的行动 然后试图借由比较不一样的行动来唤醒 或是打醒当权者 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注重 跟有多么的注重 对那我想在当时在议场内面对警方的攻坚 也不是那个害怕刑场 其实是害怕这次行动的诉求 又再次就是付诸流水之类的 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自己的安危倒是比较少 因为现场非常多人 那也不是没有被警察抬过 所以对 也有这样的经验了 那么我也要很快谈一谈 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是不是可能像外界说的去阻挡甚至从政呢 我觉得下一步行动遍地开花 就是说我当然一直知道有很多人 包含一些学生可能想说去选议员或什么的 那也有要组第三势力党 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蓝绿二斗的框架 那但是我个人就我自己 或者说我们的学生而已 我们可以做的 当然就回到各自的校园 去做草根组织的宣传 让更多学生了解福茂这个议题 或是不只是福茂 而是整个例如说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啊 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该怎么样进行 那校园的赔利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我其实是期许我自己 未来的这个运动里面是 投注在校园 投注在地方 投注在草根组织 去举办一些工作坊 可以自我赔利 创造更多的行动者 好 大家节目上 最后两分钟 跟一分钟做个总结 先请这个玉芬 你觉得总结这24天来的心情变化 你对人 你的人生因为这个运动 起了什么变化 你想对马政府跟台湾的人民 做出什么样的呼吁呢 首先就是 我的人生 因为我自己在里面 那我就是做我自己能够做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 我自己人生出现什么变化 可是就是很多朋友 想要就是开始 在Facebook之类的 就是想要夹我这样子 那有Wikipedia 然后我觉得很恐怖 其实蛮不习惯 自己变成美灯光的焦点 那首先想要跟 其实最后想讲的就是 就像是我们一直以来讲的 因为我跟魏阳 都是从去年7月 就开始参与反服贸的运动 所以我们非常知道 就是其实反服贸的运动 不是从318才开始 那我相信这场运动 包含这场运动所带起来 在台湾社会所引领的 民主的风潮 大家对自己生活 对自己民主的 民主参与的可能性的想象 我想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都站出来了 那我想这只是个开始 这不应该是一个结束 不应该随着退场而结束 好的 魏阳你认为这次学运 对台湾的社会 起到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这次来到华盛顿 有机会和 中国大陆的海外民运人士 也进行交流 你想对对岸的 同样争取 自由民主尊严的 对岸的民众 听众观众们讲些什么 魏阳 首先就是说这个运动对于台湾社会 我觉得最大的 最大的功劳 最大的贡献在于说 我们创造一种世代的行动者 看到很多青年人 本来不关心社会议题 不关心政治议题 他这次站出来了 那我们期许他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之间 他会是台湾社会改革 这个主要的力量 那再来就是说 针对 就是对中国的朋友 我也很希望 因为我昨天有跟那个杨教授 跟杨 夏艺杨教授 有聊过 那其实我认为 他们都认为说 台湾的民主化 台湾我们在台湾争取民主 深化民主 对于中国的很多 这个民运人士来说 对中国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一个事情 我相信台湾跟中国 应该要发展出更密切的关系 这个密切的关系是建立在 我们双方对于民主都有一个很共同的共同的共识上面 因此我也希望在未来 台湾跟中国 或者是还有包括香港的各个学生 或者是社会院的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一起为这个整个 这个台湾跟中国两岸的民主进程一起努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太阳花学院的两位学生领袖 黄玉芬 魏阳接受海峡之音的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专访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魏阳 谢谢玉芬 谢谢你 谢谢